各位朋友大家好 新的一年马上要到了 最近很久没有给大家做视频 所以趁着这个圣诞新年的两周假期啊 给大家聊一下最新的一些移民情况 希望对大家能带来一些新的信息和参考吧 总的来说呢 美国的移民政策越来越紧了 但是呢 想进来的大陆朋友越来越多 那么这背后的原因 相信很多朋友也知道 这里也跟大家简单的谈一谈 首先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又有一位朋友翻墙进来 其实也有好几位朋友走正常的渠道进来 可能很多朋友说 在今年的大概上半年的时候 美国政府出了一些新的边境政策 是不是对这个翻墙进来的有影响 总的来说肯定会是有一些影响的 但是似乎这种新的政策 并不能够阻止很多的大陆朋友 尤其是没有签证的朋友 通过这种方式进来 因为刚刚进来的这位朋友 他跟我联系说 希望问我能不能帮他介绍一些工作 其实关于找工作这一块 我在几年前的视频当中 就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心得 和一些具体的一些技巧 如果大家把那些视频翻开来看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有启发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再说些什么 对吧 因为很多东西 其实我都把它摆在频道的视频里面 但是如果你不看不学习的话 那很多东西可能你就对吧 可能会你会走一些弯路 最终你还是能够明白 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提前了解的话 对吧 自己有空的时候多看一看 多学习多了解 其实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不对 这是关于最近入境的一些朋友 那么为什么说找工作这么重要 其实很多人也是知道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说是带人带钱进来 很多人可能就是进来就得开始工作 或者是慢慢的才能够稳定下来 这个也是理所当元的 毕竟能够从体制内捞到钱 然后再跑出来的人 恐怕从现在的趋势上来看的话 占比应该不会是很多了 所以工作和生活如何在美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当然关于了解这个中国的这个工作和生活 这一块其实也有很多的段子的一个对比吧 就是顺便跟大家聊一聊 为什么现在这么紧的形式 还是越来越多的朋友要出来 这是大陆的一个段子 说一个中产家庭 花几十万培养一个孩子 读完本科出来 24岁左右 正常年龄 然后勤肯工作的6年 30岁手里有个30到50万存款 那这个已经算是非常节俭的一个年轻人了 对吧 那么付个首付 买个总价200万的房子 结果烂尾了 200万的房子 大概在一线二线城市 还是可以买一个不错的房子 一线可能还不行 一线的话 虽然现在房价低了 但是还是看起来还是高不可判 200万想在一线城市买一个 不错的房子还是比较困难 二线应该还算差不多 比如说像武汉这样的一些城市的话 然后50万没了 房子也没了 还欠银行150万贷款 30岁在这都算大龄 马上又面临失业危机 我不知道这算什么 哪一门子是 到底在忙什么 这个段子应该说 它已经综合了最近的一些 在中国发生的一些情况 出了这个本身找工作本身就难 然后呢 现在这个房地产危机 其实在前面视频当中 我给大家说过 对吧 然后很多房子可能也都烂尾了 那这等同于说一个中产家庭 而且注意大家说的是中产的家庭 它可能会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但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风险情况下 恐怕也扛不住 所以为什么说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很多的中产的家庭 他们他们当遇到这样的一些挫折呀 或者是一些意外呀 或者是对吧 各种类似黑天鹅的事件 压到他们身上的时候 可能他们也扛不住 然后他们也想跑转 这个可能就是极大的增加了 现在往外走的一些人 那么往外走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也有朋友 他现在在 比如说他在加州 对吧 他就发现啊 这个现在找工作啊 这个很转 很转啊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都扎堆在那里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 我之前都已经说过了 就是稍微大家把英语好好地学一下 那么你的机会其实很多很多 哪怕就是说你英语不是那么好 其实也可以尝试往外走 不要整天混在一个中文圈子里面 其实你总是抱怨说 哎呀好转啊好转啊 中国人混在一起好转 对吧 那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你又不往外走 那那你最后就是只能是这样 呃一边抱怨一边继续转了 对不对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这个段子呢 其实他可能有一些 他自己的边的成分 但是大体上也反映了 为什么现在走出来的人越多越多 尤其是在现在美国的这个移民政策 越来越紧的情况下 还是有那么多人要出来啊 这个可能跟国内的这个经济形势的紧张也是有关系的 另外一个呢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就是在12月15号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张图片啊 就是内蒙古 一个货车司机啊 在大雪天 凌晨显然 流泪感慨 下辈子要好好上学 呃 然后呢 下面有人评论说 大哥啊 你这个遭遇令人同情 但是和学不学习 关系真的不大 国外的货车司机是不错的职业 收入高 车况整洁 空调咖啡是必备的 到时间强制性休息 不会有你这么凄惨啊 当然这个评论呢 他其实呃 说的也不太详细啊 不是说任何一个国外的货车司机 呃 都有不错的职业啊 都是不错的职业啊 呃 但是至少在美国 货车司机还是非常不错的职业啊 大家可能以前看到很多视频说什么 货车司机呃 月入呃 一万美元 甚至多少多少 对吧 呃 像一个神话传说一样 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 呃 尤其是在货车司机比较紧缺的时候 这个是呃 非常真实的公司的收入 当然货车司机他可能有 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不能够天天回家 这个也是正常的 所以但是相对来说 比这个图片上的这个老大哥 应该说还是啊 不管是收入啊 还是这个呃 整个劳动强度来说 呃 都那真的是好很多很多 这个是呃 必须的承认的 对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呃 如果说他感慨的说下辈子要好好学习 那么这个又回到上面的这个 这个死心环里面去了 好 那你又学习啊 辛苦的拿一个本扣 然后最后碰到一个烂尾的 实际上 这个告诉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实际上就是相当于说 你碰到的这个这个这个黑天鹅啊 或者什么不是在这个地方就会是在那个地方 所以在国内的这个经济环境 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 在中共的这种这种统治下 那几乎只要你不是体制内的人 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遭入各种各样的这种危险啊 或者是黑天鹅 那么而且现在呢 不仅仅是这个体制外的人会遭入这些问题啊 包括体制内的人恐怕也不能够幸免 尤其是在各地方财政啊 几乎要崩溃的情况下啊 其实这个跟房子还是有关系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前的这个地方财政 很多城市的地方财政都是跟这个房地产的税啊 是有关系的 现在这个房地产整个行业可能要垮掉了 那政府的地也拍不出去了 那他没钱 对吧 他的没有财政收入 那他怎么给 不管是体制内还是谁发钱呢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现在又抱怨说 哦 每个城市都交紧辛苦的工作啊 给大家贴罚单啊 对吧 那实际上都是一些表面上的 或者说必然他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就是给大家不停的耗羊毛嘛 本身羊毛已经没有没有多长了 还要继续耗 那也没办法 是不是 所以这个导致整个想移民的越来越多 这个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吧 那么总的来说呢 政策还是会越来越紧 尤其是在这个新的一年 因为大家都知道明年是美国的大选年 大选年的话 虽然说是现在民主党执政嘛 但是拜登如果他想拉选票的话 尤其是他想拉这个中间选民的话呢 他可能还是会表现出一些比较强硬的这个态度 尤其是对这个移民和边境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 因为民主党这个做做样子的这个形式还是还是决心还是有的 他哪怕就是在最后一年他要好好怎么样去对吧 表现他的这个政绩啊 或者什么赢得更多选票的方式 不管是从哪个目的出发的话 可以想见这个移民政策会越来越紧 很有可能比今年的这个形式还要更紧 但是从中国的情况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想移民的朋友还是会越来越多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很多的中产他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些黑天鹅的事件 那么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往外走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去说 我只能说你一定要提前了解各方面的信息 然后找一条最适合自己的路啊 具体怎么去做 其实我在前面很多视频当中就都跟大家讲 就是你要一定要好好地评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什么样的一条路适合你适合你的家人 对吧 如果你想好了 然后呢 这个计划好了 然后就去行动 我觉得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不对 如果说你只是一个心血来潮 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 显然肯定不如那些充分准备的人 这个实际上最终还是一个信息的了解和准备的一个问题 这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一些事情 这个也其实是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呢 就是无论何时 无论何时 学好英语 学好英语 其实几乎每个视频都要提醒大家 学好英语 学好英语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 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不管你现在处在哪个位置 学好英语 就是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来好好学习 提高一下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 而且在将来一定会帮到你自己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就跟大家做到这 最后呢 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然后在新的一年呢顺利平安 在这里呢要讲一个梗 就是Merry Christmas 实际上大家知道现在在美国 很多人都不敢说Merry Christmas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说那个什么 Happy holiday 这个也是这个左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正式正确导致的啊 很多人说什么Merry Christmas 你说Merry Christmas 可能会冒犯那些不信仰这个基督 耶稣基督的这个这个是这样的一些人呢 就是对吧 不同宗教的一些人 其实根本就是这个这个是左派的这个正式正确 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借口啊 所以呢 我我我不仅仅说是现在在说这个Merry Christmas 而且我在教室里面跟学生说的时候 我也是说Merry Christmas 啊 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 就是啊 每个人个人的一些自由 而且这个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事情 我我现在就觉得他他这个 呃 美国在某些方面啊 在他的这种正确正确导致的这个很多人的这些行为啊 越来越跑越偏了啊 这个这个是我所不喜欢的一些东西 所以在这里呢 郑重的再给大家说一句Merry Christmas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啊 如果大家喜欢呢 啊 记得点赞订阅 呃 转发 谢谢 再见